好可爱哦 新北市永和区民权社区舞蹈班 纷纷拿出压箱表演 禁歌热舞使出浑身解束 就为了帮社区引发长辈王奶奶暖瘦表达祝福 民权社区理事长邱修兰说明 会有这场暖瘦庆生活动 除了应兽心子女的要求外 王奶奶也是社区甜心一份子 过去曾因善偶 子女不同柱 自己一个人行单影之 在永和这边独自生活 罹患严重的忧郁症 协会接获消息后 出动志工前往陪伴 一步步陪着她走出家门 踏进社区的怀抱之中 因为明英杰她本身 因为从她老公过世之后 其实孩子都离开她 都不在身边 原本是独居的一个人 然后一开始她一直都不能接受 还有一段很黑暗期 想要自杀 然后我们自从知道之后 我们就是有我们的志工去陪伴她 然后请她出来社区 然后走啊走 她变成她自己也是我们社区的甜心的一位 那个我们的习者 然后常常在帮我们的社区的长辈 总是她的笑点非常的多 然后让整个长辈在这边改变 不只成功踏出家门 战胜忧郁 跳多被照顾者的身份 还成为社区志工的一份子 活跃于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 明权社区协会特别为王奶奶准备一场盛大的暖瘦活动 面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王奶奶非常感谢女儿及明权社区协会的陪伴 那之后她也投入到我们的 除了我们的服务之后 她自己也投入到我们的志工 那因为这样子长期都在我们社区里面 一直都在这边服务 那也因为这样子 然后在今天她80岁的生日 然后她女儿想说要帮妈妈卵瘦 然后我们就想起很多很多的样貌 然后就开始大家开始集点 然后开始准备 然后帮她过这一场的今年的80岁的大手 我这次谢谢理事长帮我办了这个生日 我也谢谢我女儿提议叫我过这个生日 80岁生日我很高兴 来到这个社区都是理事长带领我才有今天 以前都人都不是很高兴 来到民权社区 现在变得很高兴很快乐 带领独居老人打开新房 踏出家门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使其能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融入群体 维持与他人的情感连结 获得自身归属感更是困难 曾经陷入严重忧郁的银法长者 在民权社区的陪伴下 重新挂上灿烂笑容 相信这份关怀不只送到这次主角心里 也送到了社区每个人心中 记者苏建民新北报导